真言第三章 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 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 使你的骨头滋润 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农作物 敬奉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 你的榨酒池也必盈溢新酒 我儿 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恶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他喜爱的儿子一样 得着智慧 获智聪明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智慧的利润胜过银子的利润 智慧的收益胜过黄金的收益 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 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智慧比较 智慧的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财富和尊荣 智慧的道路尽是欢悦 智慧的路径全是平安 对紧握智慧的人来说 智慧是生命术 凡是紧抓智慧的都是有福的 耶和华以智慧奠定大地 以聪明坚立高天 因他的知识 深渊就裂开 天空也低下甘露 我儿 要谨守大智慧和明辩的态度 不可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他们就必做你的生命 做你井上的华士 你就可以安然走路 你的脚必不至半岛 你躺下的时候 必不会惊恐 你躺悟的时候 必睡得香甜 忽然而来的惊恐 你不要惧怕 恶人的毁灭临到 你也不要恐惧 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依靠 他必护卫你的脚 不陷入网罗 如果你的手有行善的力量 就不可推辞 要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善 你那里如果有现成的 就不可对灵舍说 你先回去 明天再来吧 到时我必给你 你的灵舍在你旁边安居 你不可设计害他 如果人没有加害于你 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不要极度强暴的人 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一切道路 因为偏离正道的人 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正直人却是他所亲爱的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 却赐福给义人的居所 他讥笑那些好讥笑的人 却赐恩给谦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 愚昧人必蒙受羞辱